在2014年的時候沒有通膨的問題 但是這一次有通膨的問題 這個是比較大的一個狀況 因為如果今天你要發生 今天其實大家其實回頭去看 過年後到現在 其實俄羅斯本來沒有太多的一個 普京一直沒有太多的一個動作 但是你會發現美國一直在放話 他一直製造一個緊張的氣氛 他一直在說俄羅斯總是要出兵 總是要出兵 他一直製造一個緊張氣氛 但是俄羅斯從何到尾 他們沒有任何的一個動作 甚至曾經有一天 他也說他部分的軍隊要撤回去 造成股市的一個大漲 這是現在好像停了畫面的這一天 這是在2月4號的時候 造成股市的一個大漲 但是為什麼美國政府還要做這個動作 其實他有一個他的政治考量 因為現在通膨很嚴重 那你就不能去做積極的升級 因為積極的升級 或是直接去說QE說表的話 會造成股市一個很大的一個下跌 甚至可能是崩盤 會類似像2018年幣四季那樣的崩盤狀況 所以他的貨幣政策不會做太積極 那有另外一個方式 可以把通膨舒緩一點 就是讓海外的基金回流到美國 回流到美國 美元如果變強勢 當美元強勢原物料的價格 自然它就不會往上漲 會變弱 甚至會前往下跌 那這樣通膨就會緩解 好 這其實是美國的一個政治考量 但是沒有想到真的擦槍走火了 到今天發生的就是 俄羅斯的部隊就直接派進那兩個 那兩個要承認的共和國了 但是其實要真的發生大規模的戰爭 其實應該 機率上應該不大啦 因為這裡面其實最主要的三方 美國、歐盟跟俄羅斯 其實他們的政治考量各不相同 其實我們講 老實講 如果美國要打這種大規模的戰爭 你回去看過去的歷史 不管是伊拉克 不管是在越南 或者是韓國、韓戰 或者是在阿富汗 你都會看到它的航空母艦 就是直接就開到附近去了 但是現在去看 其實大家有空可以去Google搜尋一下 美國的艦隊他們現在的位置 其實他們艦隊的位置比較多 還是在中南亞、在美洲這一代 其實在歐洲那邊 其實艦隊真的很少 所以它並沒有一個想要出兵的動作 所以其實真的要打大規模戰爭不容易 但是因為這個緊張氣算會持續一段時間 因為這一次看起來普丁 普丁就是撇了心了 就是要把這個事情搞得大家很緊張 然後就逼著大家一起來好好談一談 他想要得到的東西 所以波動會很大 但是這個波動大不見得代表金融市場一定會走空投 我想其實我們回去看歷史 其實股票市場的特性就是這樣 它跌的時候就是急跌 然後漲的時候就反漲 那這個地方其實也就是剛好就是 今年農曆過年前 一月份納斯達克做了一個修正 我們看路線就好了 一月份的時候做了一個比較大的修正 這個就是在過年 農曆年前的時候大家看到美股大跌 然後接著過年後來他做了一個反彈 反彈後我們就股票市場來說的話 前面做了一個修正下跌了 然後反彈接下來他其實應該是要再 再回來回測前面的低點 那這一波的一個 烏克蘭的情勢比較緊張的下跌情勢 就是剛好回來測一月份那個低點 就這樣子而已 那就是你就看這個 就看這個畫面這個坑線圖納斯達克 他其實是很完整的從12612 這樣跌下來到今天破底了 那完整的跌了一個五波段了 那接下來當然我是覺得 轉件上其實這個地方 不一定說把它看得非常快 那但是有可能會有機會做 會有出現一個反彈 那時間點可能應該 下個星期可能機會會稍微大一點吧 可能會有反彈 但是先看反彈啦 那後面再說了 這個就是對烏克蘭這個事件的一個 一個簡單的一個看法 給大家參考 我覺得其實 今年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就是 今年的股票市場 不管通膨不管升級 其實那兩個因素其實 不是造成股市大跌的一個最主要因素 因為你回頭看過去的一個經驗 通膨也好 或是升級也好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股票市場其實都是往上漲的 因為通膨代表價格漲了上去 那生產者來說 它的利潤變高了 那升級代表整個經濟其實是變好了 它才會升級 所以股票市場是往上走的 但是因為 地緣政治也好 包括股票的一個位階也好 今年的股票市場的波動會很大 就是之前我在公司聽一個電視上的分析 他說會走一個大區間 那我是覺得 他講的可能不是沒有可能 所以其實新年股票市場 走的震盪的區間會比較大 但是不見得是走空投 這是目前的一個簡單的看法 好 那我現在來講 要做這個視訊直播的一個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看K線要怎麼去 從K線去判斷說空方向的力道 那還有沒有一個空方 有沒有一個趨勢性 有沒有趨勢的資金在裡面 好 那這個大家會發現其實 如果之前 我有在開視訊直播的時候 大家有聽我講 會發現 我的K線圖 今天的K線圖 跟過去我看的K線圖 都不太一樣 因為我沒有技術指標的 我只有一個 只有單純的K線 跟成交量而已 那底下那個鼠幣 那加減看一下頭碼而已 包括 然後連上面的均線 我也只設兩條 跟一個月線 跟一個基線 就只設兩條 沒有設太多了 這個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其實我一直在 在教年輕人 投資朋友 在看技術分析的時候 我一直講的一個觀念就是 技術指標 它其實是從價格來的 我給大家看一個技術指標 看幾個技術指標就好了 技術指標 它其實是從價格來的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選項 它就是一堆技術指標 它上面寫了 上面的標籤 它寫了價格 我們先設一個RSI 也就是先講的是 為什麼技術指標 從價格來的 是先有上方的股價的價格 才會有下方的技術指標 用RSI來說好了 這個畫面來看 6天RSI跟12天RSI 以12天來說好了 它就是過去這12天 每天它的漲跌 不管漲跌的這個價格 全部加起來 就是這12天的一個波動的一個區間 然後上漲的 上漲的價格 在這個波動區間的百分比是多少 就是RSI的變化 其實它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來給大家換成 看KD好了 KD其實它也是 從RSI演變出來的 那它多參考的就是 這個以9天的KD來說 這9天的K值 它就是用過去9天的高低價 然後最後收盤價 它到底在這個高低價的一個位置 是往上還是往下 往上K值就往上走 往下K值就往下走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你在看大家常用的 MACD 它也就是用上方K件圖裡面的均線 去計算出來的DIF值跟MACD均線 所以就是要講的關鍵就是 我們這邊看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 大部分的這個 技術指標 其實它都是從下格 下格過來的 所以其實 其實 我一直在強調 強調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今天你要做 K件技術分析判斷的時候 不要 我們應該要先了解它的因果關係 就是 先有價格才有技術指標 所以不應該去從技術指標 去做為一個買賣的依據 你可以把它做為一個 你可以用來參考它的一個趨勢 但是你不應該去把它做為一個 一個買賣依據 你可以做一個趨勢的力量 但是它不是很單純的 像書上說的 或是人家說的 黃金交叉買進 死亡交叉賣出 沒有那麼單純 如果這麼單純 所有的投資人都賺錢了 那這次要開的這個直播 我想回到一個最單純的 就是我們講 就是從單純的K件 K件的組合 跟K件的形態 我們去判斷一檔股票 它有沒有存在一個資金在裡面 那這個資金是 中長期的 可能是中長期資金 還是短期的資金 我們可以去從K件 K件的一個架構 它的形態 跟成交量的一個變化去判斷 那這樣會比較單純一點 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要學 真的沒有太複雜 你只要了解這些K件的特性 那最重要的是 你要了解一個最主要因素 這是我一直在談 技術分析的過程中我在講的 這個成交量 就像我們看 以像我畫面這個預创來說 這個是去年9月2號 它曾經有一個高點 然後它當天的成交量 我看一下 當天成交了10萬9千張 這個10萬9千張 一定要做一個解讀就是 它就是有人買了10萬9千張 也有人賣了10萬9千張 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成交量 它就是有買有賣才會成交 所以我們在做成交量解讀來說 我會用這樣的角度去判 然後你才可以去判斷 一檔股票它在往上漲或往下跌 它的成交量到底 我們應該去怎麼去判 去解讀它的一個 一個縮空的一個力道 那再來就是形態學的部分 因為形態學其實是 會是在K件的技術分析來說 是一個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從形態學裡面去找出一檔股票 它有沒有關鍵的一個價位 然後在這關鍵的價位 它的K件形態長了什麼樣子 然後它的成交量 是呈現什麼樣的變化 你可以去判斷 它的多空雙方的力道 是買的上去的攻擊的力道 還是它有人在出貨 然後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形態其實也沒多複雜 其實它就是 只要K線圖上面 高點跟高點可以連出來的線 或低點可以跟基點連出來的線 它都可以形成一個叫形態 那現在以育創來說 我們講了 最簡單的一個形態叫WD 像育創這個地方 去年 去年這一段時間 大概在8月 8月中旬 然後一直到10月中旬 一直到這天 這天它放量 然後突破了這個叫頂線 只要高點跟高點可以連起來 那個是叫頂線 這個頂線很重要 大家要講的 我剛剛講的高點跟高點 連起來那個叫頂線 這個叫做一個關鍵的價位 也就是今天你要判斷一張股票 它有沒有一個主力的一個企圖金 你就看這個頂線它突破的時候 突破的時候它有沒有一個大的成交量 那代表它有沒有一個大資金 它會做攻擊 然後接下來你只要觀察就是 當它攻擊突破後 它回徹頂線它有沒有跌破 你就可以判斷 它是這個攻擊的基金是 玩波段的還是玩轉線的基金 如果是玩轉線的 它攻擊突破之後 它馬上就跌回去了 回徹頂線是跌回去了 那就是轉線的基金 那如果它突破頂線之後 它沒有再跌破 回來測頂線它不破了 現在連測都不測 它直接繼續往上攻 那代表這個基金它是 是玩真的 它可能是波段的基金 那這個所謂的形態 你要看的是 它整理的過程 以W來說 這個W形成的時間 越長 代表它中間 它攻擊的是波段的基金 在攻擊的機會會越大 為什麼呢 因為 以預创來說 你看從8月中旬這個低點 一直到10月中旬 中下旬這裡開始攻擊 它累積了兩個月的時間 這中間兩個月的時間 它可以吸納了比較多的籌碼 那吸納比較多的籌碼 它可以發動 它發動攻擊 它成交一定會大 成交大 因為它吸納這麼多的籌碼 它必須要去拉一個 比較像樣的波段 然後往後走的時間跟空間 也會比較大 它才能夠去出貨 不然它兩個多月 接納的籌碼 例如我們簡單舉個例子 如果這兩個月 有個主例 吃貨吃了兩萬張 就只讓它長三天 你家要三天 能夠把這兩萬張全部出掉 其實是有一個難度的 它必須要比較大的空間跟時間 來去做出貨 但是如果這個W形成的時間很短 它只有兩週來說 因為兩週它基納的籌碼不多 可能只有幾千張好了 那它的攻擊的時間跟空間就不會大 因為它幾千張它其實出貨很好出 它不需要去拉那麼大的空間出 而且它不需要去為了這幾千張 費那麼大的力氣去做拉抬 這個就是從K線來去判斷 你一個K線的形態跟K線的組合 我們來去判斷多空而立造的一個方式 那這邊我要講的是 我會建議大家 其實你要去用K線去判斷一檔股票的操作 這個過程 我會建議大家 會從中長線的一個角度去思考 會比較好 不要去從這個形態判斷出來 去做短線操作 因為其實 因為短線操作其實它有它的難度 那你如果是做中長線的 中長波段來操作的話 因為一個形態形成 如果它的時間夠長 它形成的一個波段 你的時間也會比較長 空間也會比較大 那其實 不管是你的利潤或者是 你的出貨 你要賣股票的這十幾點 就算它中間出現一個轉折 如果你要賣 其實你都還會有一定的利潤 不至於說 如果你是做短線的話 你可能 做短線 可能看一個短線的一個操作 來說的話 它可能拉個兩三天 結果一個轉 如果打下來 半個平板 你賣掉 你可能算一下走去 因為你根本沒賺多少錢 那是很辛苦的 尤其是 不要去做當充的思考 因為當充其實它是 它其實因為時間很短 整年當充它只有四個半小時 那你只要想一件事情 是四個半小時 然後你要判斷一張股票說空 然後你還猜主力的心態 其實這個太複雜了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從這個K店去做 股票的一個判斷操作的話 一定要從中長波段的一個角度去思考 那我會接下來的直播的實驗 我想盡可能把每週的直播 會定在週三或週四 這樣大概比較好 比較有固定的時間 那我會慢慢跟大家講 這些形態它的力量到底 這多空的力量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來舉 就用畫面來說 W底來說好了 以預創來說 所謂的W底 它一定要先行程兩個底 我想其實很多股票的一個 波段的一個底部的行程 它通常都會有兩到三次 甚至四次的一個底部的出現 所以剛剛為什麼會講說 納斯達克一月份建立一個低點之後 之後二月做了反彈 然後它勢必要再做一次的一個 回撤底部的一個動作 原因在這裡 很少看到有那種V型反轉 然後往上走一大段的情況 會出現V型反轉 走一大段 通常只有一個情況 就是 這是發生突發性的一個利空 那個系統性的風險 例如像2020年的3月那種系統性風險 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2020年3月發生了疫情 然後有這種系統性風險發生 然後政府一定有做一些手段 還要做一個救市 或者是一些降級的一個動作 才會導致這種比較大的V型反轉 不然不管個股也好 只數也好 要出現這樣的V型反轉 其實真的很低 大部分都是要反覆的去撤底 至少要測一次 一次到兩 至少要測兩次到三次 底部我們看到就是 要兩三個底部的形成 它才會形成一個比較像樣的形態 那 以預創市場股票來說 它去年8月 它在路上已經先下來了 一個底部 那這個既然有一個底部 它已經是從上面下來的 股價已經從上面下來 那當它從上面下來 到這個低點 我們大多數的投資人 不可能在這個低點裡去買 會買到那個在運氣好 那個其實 就是不小心看到價錢 然後就跑去買進去 那其實大部分人不會在這邊買 會在這種地方買的 大部分都是大股中 法人 大戶 他們 因為他們 他們是屬於中常級操作的 他在這個地方 他在這種低價去買 他只是覺得 這個價錢他覺得 你夠便宜合理 他就去買 居然他們 居然他們才有可能 在這種價位去買 不然我們一般投資人 其實要再買到這樣 不容易 那第一個底部行程 它就會做反彈 這個是從上面下來之後 在底部有人買它了 買了以後它止跌 直接 就是我們在透氣股市裡面 常說了一句話 就是股價跌不下去 它就是要往上漲 漲不上價就是往下跌 好 從這裡開始做一個反彈 反彈到這裡 就是我剛剛講的 9月2號這天爆出一個 10萬張的大量 好 今天比較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 它既然是從上方下來 出現第一個底部之後 它的反彈 是必要碰到什麼 碰到前方下跌過程中 套牢的籌碼會出來 這是第一個 然後為什麼爆出10萬張的一個大量 這裡面 這個爆出這個大量 其實通常不會是好事 因為這個地方 你要看的就是 它不是突破新高 它只是一個低點 反彈上來一個相對高點 那在這個相對高點 爆這麼大量 它其實不會是好事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 什麼情況爆大量 才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個地方爆這個大量 代表是這個地方 有前方套牢的籌碼出來了 也有這一波從低檔這裡 去買上來 買在這機檔去轉現獲率 了解賣壓都跑出來了 所以這個大量它不是好事 原因在這裡 它市民是會做一個修正 而且我剛剛已經講了 要出現這種低轉 除非有突發性 除非是 以大盤來說 這是要有系統性風險 然後政府要救市 那以個股來說 它就是要在低點 要做低轉 它就是公司要發佈大力 發佈大力多 才有可能你走這種力行翻轉 不然它都是要做回撤的動作 所以它爆大量以後 它必須要做回撤 回撤以後 接下來拉回 接下來亮說 這個OK正常 然後接下來還做了一個反彈到這裡 這段是9月27號的時候 這個反彈你會發現 它是增加量不大 然後它也碰不到前面這個反彈的高點 所以你再告訴你這裡 這裡沒有一個攻擊的資金在裡面 也許在前面這個地方 拉回的時候 有人進來踢頭碼 但它沒有想要拉抬的動作 所以它沒有成交量 它也不會攻過去 如果它有企圖金 它就會有一個大量來攻過這裡 因為這邊短線會有套牢的頭碼 所以短線套牢的頭碼會出來 那 如果特定的 特定的投資人大戶 它主令 它真的想要攻擊 它才會 才會把前面套牢的頭碼都吃掉 所以這個地方 反彈到這裡 它前面要放不大 又過不去的情況下 你就不應該在這個地方推高 因為它很可能 再會做一次拉回撤 撤什麼 撤前面這個最低點 然後它就會撤這個低點 所以這個地方才是真正 我們剛剛講的 第二次的一個回撤 那前面這個指示 這個指示角幅的糾正 那這個地方才是真正做了一個回撤 回撤的這個低點 這樣做 然後接著又開始在這邊盤 在這裡 這裡又開始 建了一個低點以後 又止疊 這個地方就是 這個止疊 這個止疊 就是有人進來吃 有人進來吃頭碼 然後 把一些受不了的賣壓 消化掉了以後 這樣才會做止疊 因為說空定道是這樣看斷的 然後止疊以後 一樣就是 疊不下去它就會反彈 開始做反彈 一樣都出不來 好 一樣出不來以後 接下來才是重點了 你在想一件事 從剛剛我們講的 9月2號 8月中旬這個低點開始 一路過來到這個地方 這裡到10月5號這個低點 這一段時間 一個半月的時間 它其實中間 高檔的地方我們不算 這個地方我們不算 它其實已經有人在這個過程中 它也吸納了一些籌碼 甚至包括後面這幾天 它也一樣在量出的地方 它也開始吸納一些籌碼 然後你要講一件事情 我們要開始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地方 跌到這裡 它回撤了前面低點 它並沒有一個爆大量 繼續往下扎 代表 前面吃籌碼的人 他們並沒有跑過 因為在這個地方 它有轉線跑一趟 但是它繼續又吃頭 它沒有 它手上有一個 波段的執行 它並沒有全部跑光 所以它不會有這種 不計價 如果它今天覺得 市場股票如果玩不下去 它不想玩 它就直接不計價 不給你砍 只要有人接它就砍 那個人家就會爆炸 下跌下來 它就會有一個價量 但是它這段時間 它都是這樣說 表示今天 該消化的賣壓也消化得差不多 它該吸納的頭碼 吸納夠的時候 它才會在這個地方 先出第一根量 但是這根量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像放大也看不出來 這個地方 這個在10月20號的地方 這邊先出量 拉了一個長 其實這個量 你雖然看它沒有很大 但是因為 這個量只是 比前幾天大而已 但是這個地方 我們不會在這個地方買股票 因為 這裡 前面高點 很高點連起來 這個叫頂線 它沒有突破頂線 所以沒辦法去看看 主力的一個攻擊的益處 真正主力攻擊的益處 在這個地方 這根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一個推放 今天 它的成績 我看一下 它到了11萬張 比前面那個大量 這個地方 9月2號這個大量 更大了 11萬張 這個 這個才是真正主力 發動攻擊的一個益處 就是 它大量突破了一個頂線 然後 集約書收在頂線之上 表示 這一段期間 套牢的頭碼 包括前面套牢的頭碼 出來 它都不管你 它都全部都收走了 這是 它代表 它是一定要這麼 一定要往上攻的意思 這就是 我們在看K件圖上面 在看主力攻擊的氣圖心 在哪邊 氣圖心有多大 它到底有沒有波段資金在裡面 你在講 剛剛前面已經講了 一個型態 W型態 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形成一個W型態 然後用一個很大的一個成交量去 去突破它 然後我現在再把這個K件圖 再把它移過來到這裡 移到這一根K棒 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這根大量 它的K棒 突破了這根K棒 它會出現在 這個 你這個K線圖的一個 右上方的一個位置 這邊右上方的一個位置 這個通常就是我們常 我們在講的是 今天如果你要去看一張股票 形態的形成 那它突破了一個頂線 那個大量 通常 都會 那個價格 都會出現在K線的一個 這個 右上方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因為還沒 還沒過前面的前高 所以它不會 沒有在這個地方 如果現在到這個地方 這個 接下來 我們再回頭講 這裡 11月21號 它突破頂線 這個頂線位置 其實不用去 因為這個手機 沒辦法去畫線 所以沒辦法畫出頂線 我們就簡單看兩個高點就好了 48.5 這裡是48.6 我們就抓48.6就好了 你就把這個48.6 當成一個關鍵的價位 這個關鍵價位就是 主力發動攻擊的一個情勢 一個它的成本價 我剛剛講的一個是 如果你今天你要用K線的形態 去操作股票的話 為什麼要用波段的角度 因為通常波段的角度 你的進場 你的思考 思考點會是比較一個 中長期的一個角度 那你的進場會比較謹慎 它至少 關鍵價的一個突破 一個形態有一個完成 然後主力有攻擊意圖 你才會做進場 那其他的時間你不會進場 那你在這個地方進場 你的成本就跟主力的攻擊成本 是一樣的 那你既然你的成本 跟主力的攻擊成本 接近的情況下 後面往上你才抱得住 如果你追到高價了 那你的成本跟主力的 前面的成本 已經差很多了 你抱不住了 即便它這個地方到這裡 70幾塊 它再往上翻一倍 這過程中你都很難抱得住 因為你的成本跟主力成本 差太多了 那只要周邊有個震盪 你絕對會被擠出去了 只有在你的成本 是跟主力的攻擊 攻擊的時候的成本 是接近的情況下 後面你才抱得住 好 這條景見48.6 這條景見 突破了以後 接下來它這個回撤 它有回撤 就是看 它有沒有跌破48.6 隔天它有回撤 最低到49塊 它沒破 接下來再下一天 它這個往上 又繼續往上攻了 那這個往上攻 就是要加碼點 但是你要不要加碼 我覺得見仁見智 先不管了 當你的成本 是跟主力的一個攻擊成本 也是在突破關鍵下 大量突破關鍵下的地方 是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你的成本 跟它的攻擊成本 是接近的 所以你後面你抱得住 再來就是 萬一錯了 這個攻擊是假突破 這個突破 我們假設這張股票 它的突破是 這個當天這個 11萬張大量突破 是假突破的話 它跌下來 那你的虧損 你這停水就是48.6 收盤跌破 你這停水出去 那沒有 即便48.6跌破了 你今天其實 因為你的成本 你了不起就是 好最後買到最高 我停一停就好了 你的成本大概 你的虧損大概就是3塊錢 其實那個 沒有太大的一個虧損 你可以承受的 因為你後面換到的利率 你利率的空間會更大 所以這就是我們 常講的一個觀念 這個第一個 這是突破的關鍵下 接下來往上漲了一個過程 剛剛講的 這天又有一個大量 再往回推這個地方 這個是 10月26號 這裡又爆出了一個大量 這天的成交量是 12萬2000張 那這個成交量 這個 這地要爆一個大量 為什麼 因為它 它突破了在前面這個地方 這個高下 53.5的一個高下 它突破了前高了 所以這個地方它一定會爆大量 那這個地方 當天就算有一個上引線 我在技術分析 我在談K件技術分析 我常講的 上引線不是壞事 長上引線不是壞事 重點是後面接下來 它守不守得住 守不住就是壞事 守得住它就是好事 所以大家有一個觀念 長上引線不是壞事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長上引線出現的位置 如果它是突破前高 一個長上引線 代表當天主力 它曾經發動攻擊 往上買 買了 但是 遇到賣壓出來的時候 它縮手 它暫時不買了 它休息了 它要看這個市場 它要看這個賣壓到什麼程度 因為這個賣壓 這個地方出現的賣壓 不會只有前面的高點套牢賣壓 它也會有這段 上漲過程中 你這樣過力了解賣壓 它要去 它會縮手 它不再買 它會讓賣壓出來 然後往下 它只會往回接 往回接 所以它才會留上引線 這個就是這個上引線的意義 所以它不是壞事 絕對大家絕對要注意 要注意的就是 長上引線如果在過前高 或是在過前高 或者是突破引線以後 留長上引線 只要它沒有再跌回引線之下 那個長上引線都不是壞東西 所以這天會爆了一個大量 然後留長上引線 然後接著後面的故事就不用我講了 它是一路往上走了 然後接著是走到這裡 走到一大段以後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關鍵價位的一個 一個進場點 你只要掌握這樣一個形態 這個形態我們今天講的是 單純一點 講的是W底 等一下我給大家講的另外一個形態 這個其實是去年我操作了一檔股票 這可能有一些朋友 可能之前有家庭聽我聊過 宏達店 宏達店去年 好的題材 其實它跟剛剛預創是一模一樣的一個題材 那這個其實 這檔股票當時買 其實是一個 我想知道是一個誤會 對這一天 這一天 11月21號 11月21號這一天 10月20號這一天 這一天 拉到漲停板 43.9 這一天 其實那天是盤中一個朋友 突然莫名其妙要賴我 然後跟我 叫我看一下宏達店 然後我就看了宏達店 我就看K店 我說 那時候我看到的價位 它已經過了這個高點了 過了這個39.8的高點了 所以那我大概買好像40塊出團 40塊還是41塊附近吧 那剛好成家也夠大 不過成高 量也夠大 所以判斷就是說 剛好這裡高點 高點下來是一個形成的一個 往下的一個 我們講你可以講下降趨勢 也可以講景見都好 我所謂其實前一天 它就是大量突破了這條頂線 突破過去以後 隔天它又續工 那因為前一天沒看到 隔天朋友跟我講 看到我就說 這股票也有搞頭 所以我就跑去買了 我說美麗的誤會 我有朋友有 我有朋友有交集 然後他跟我講 結果搞了半天 他跟我沒交集 他只是說他看K店 覺得不錯 他跟我講 那我就看了 我就買了 結果最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 半個月後 掌到這裡的時候 然後剛好碰到 在碰到那個朋友 那朋友跟我說 其實他當天掌勢板 他就把它衝掉 結果 我還抱著 就是美麗的誤會 就是這些事情 那我在講 那個當然不是炫耀的 就是要講一個重點 就是 這一天這個 前一天這個地方 突破了短期的一個高點 也突破了前面這個 架降趨勢線 或是頂線 大量 這個地方 10月19號突破 隔天繼續去工 那繼續買 所以我買了成本價 跟主力發動工期的一個 成本價 也沒有差太遠 那我的停水是什麼 也就是這一天發動工期 他的頂線的位置 錯了 我是停水 就這樣子而已 那 後來他運氣好 他後來一直 衝上去 就是 沉見這個 50度角色 往上一直攻 攻上去 所以中間其實 我也沒有什麼 可以加碼的機會 因為 當你 當你脫離的成本區 有啦 隔天這地方 隔天他跳空 他成交用 這裡 隔天跳空 然後成交用更放大 表示他波段攻擊的基金 企圖金更大 所以隔天也 又加碼了一點 那 為什麼會再加碼 是因為 你講 宏拉電這檔股票 從前面這裡 到這裡 它形成了一個形態 這個 我們不談前面這個6月 我們是談這個 8月份 一直到這裡發動攻擊 他也這樣 兩個月的形態 這兩個月的形態的過程中 他一定吸納了一個足夠的籌碼 他才會開始做發動攻擊 才會有這一天 10月19號的攻擊 然後隔天去攻 如果沒有吸納那麼大的頭碼 他不需要 他不會做那麼大的工作 那表示 這個是 有波段的阻力在裡面的意識 他們才會這樣做一個上攻 好 那 這個就是 買點的部分 這樣 這樣講 大家應該 應該 還聽得清楚吧 我看一下 如果 如果 如果有問題 你可以直接 直接看那一顆工 講喔 喔 我想 這個是 很單純的 就是從K線上面 你就不要看什麼技術指標 什麼的 都不用了 直接從股價的K線 你看它 往回頭看 它也沒有一個 類似一個 一個形態的形成 那它這個形態的形成 的時間是長短 如果它形態的時間 形成的夠長 然後它發動攻擊的成交夠大 代表它就是一個 波段的 做波段趨勢的一個阻力在裡面 好 那這個是一個故事 前兩天我看了一檔股票 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講的W底 你不能 不能任何位置看到W 你都叫 都說W 都說它是W底 這檔定 如果把 畫面停留在這樣子的位置 前兩天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 大量 非常大的一個量 幾千 四萬七千張的成交上 突破頂鍵了 站上了 那你這樣看 它是W底 但是 其實我看到它是 也是昨天 昨天我看到搜盤 我看到它 我說 這好像有一個W底 但是如果我把它再縮小 把這圖 沒辦法縮小 看周線就好了 回來看周線 這個W出現的位置 它位階不同 它是從七塊多長上來 如果你 因為這個 就是手機 沒辦法像電腦那樣子 我們可以看 這樣把它橫過來看好了 你看 它這個 它是從七塊多長過來 它這個過程中 中間有起 這個七塊六到這個地方 到這裡 到這裡 這個地方 九塊多 這有一個出身段 然後接著 回測下來到八塊多 然後從八塊多 再長到這個地方 十九塊多 這叫主身段 然後接著後面 又再走另外一個波段 走另外一段 那這一段 這段其實走了很長 但是幅度也不大 但是正上的幅度很大 那這個地方 你再說 它是W級 我必須要打一個問號 然後我再把它縮小 回來看日線好了 你要想一件事情 從一檔股票 從七塊多長到二十五塊 我們先不談 基本面背後的因素 在這裡 在這裡 它在突破警戒這段 它連續四五天的時間 它一直出量 那如果你在今天回去看 回去看籌碼 我們底下顯示的是主力 如果你今天看的是 看的是法人進出的話 我們看一下 法人 你會發現 那幾天買的 全部都是外資在大買的 外資買成這個樣子 然後四天下來 看周量就好了 這個地方 周量 光是這一周 呈加上是十九萬張 如果沒記錯 市民這檔股票 它的股本 大概也就是二十幾萬 二十幾億 你講一件事 這一周 十九萬張 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回頭看 市民的 市民的基本資料就好了 這我看一下 誒 怪怪的 看不到 看不到股本 好啦 沒關係 今天在公司 我也稍微瞄了一下 它的股本 這裡 基本資料 它的股本是27億 然後我現在講的重點就是 這個 十九萬張的周成交量 然後 十九萬張 將近二十萬張 等於它的股本 二十七億 代表它總股本 就是二十七萬張 光這一周 它的公司的股票 大概 差不多 呃 差不多有 有七成到八成 在這一周 已經換走過一次 其實這個 這樣的大量 其實不是好事喔 這個 所以當我 昨天我 前天我看到這張股票的時候 其實我在打一個問號 是不是很敢買它 所以這個 大家是要看 同樣是形態 它出現了一個股價的位階不同 然後 你在觀察它的成交量的變化 如果 像這張股票 它這個是 這個很明顯 是外資拼命的買嘛 然後買硬買 買上去買到創新高了 然後突破了W的頂限 但是你只要 再以後 思考一件事情 外資買成這樣 那到底這個籌碼 到底從哪來的 也不夠27萬張的股本 只有搞出了一個 19萬張的成交量 一周而已 這周還沒過完 那 要講這個問題 那所以 不是說 任何一檔股票 看到W都可以 都是可以追 可以買的 然後還是要看一下 股價的一個位階 然後 講幾個故事好了 為什麼我要拍這個群 原因就是 因為 因為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是 K線圖啊 大家都在看 但是為什麼 有人做股票會賺錢 有人做股票 就是不會賺錢 但是 明明大家看的K線都是一樣的 所以 年輕的時候 我可以去找 可以看 然後到處去問人 可以看 是不是有這些賺錢的人 他們是用了什麼紙標 我用沒用了 所以我就去 我就去學了去 試著去用這些技術指標 所以 大部分 大家想的到的技術指標 其實我大部分都用過一輪了 但是後來發現 怎麼辦還是我不會賺錢 人家還是賺錢 那我就想 那是不是我的指標參數設錯了 就我會改指標參數 改了半天 我還是不會賺錢 就後來 就到這幾年才發現 原來我們應該 其實要回到一個根本 一個因素就是 要回頭看的應該是 上面 上方價格 這個K線 因為這個K線裡面 每一根每一根 這個K線 它代表的就是 當天 市場上 投資人在市場股票 有一個交易行為 一個紀錄 那我們現在看K線 五三層看 它高 高價低價收盤 開盤收盤 就這樣子而已 實際上 它這裡面 這根K棒 包括它的成家量 紀錄的就是 當天 買賣雙方 他們的一個交易行為 的一個軌跡 所以我都用這樣 要用這樣的角度去思考 那好幾天的K線 組合起來也是代表 過去一段時間 市場投資人 在市場股票 還有一個交易的一個 買賣雙方 他們的一個行為 的一個紀錄的軌跡 那為什麼我要畫 要舉市場股票 來做例子 市場股票 如果 我跟你講 我買在這一天這個位置 買在這一天這個位置 買在這一天這個位置 就好了 那個時候 我記得如果 沒記錯我記 那天好像買到58塊 58塊都買很高 最高58.9 當然快要買到最高下 當天最高下 大概應該是我創造出來的吧 然後買了 其實我剛剛講的是 一個心態的問題 就是 我要跟大家講 你用K線去操作股票 你的心態要建議 從縮斷的一個角度去思考 那我們從K線型態來說 好了 這張股票 為什麼當天我會有興趣去買它 前面這裡 打了一個短期的一個小底部 然後這裡出現了 這裡開始出量 這個前面的底部形成了 然後接著幾天的一個盤整 這樣做盤整 它都沒有跌破這根 這根突破了 這個 突破這個短期的這個 這個K棒的基點 它都沒有沒有跌破 然後最後才當天 發現這股票其實滿有興趣的 買它 但是買的太少了 第一個買太少了 因為它其實 它 這裡它只是形成一個短期 我們剛剛講的 短期它還沒有 沒有真正一個大規模的工期出現 就是一個大量的一個資金 真的發動 主力發動工期的企圖金 然後我買的是在這個地方 量所有的地方 這裡其實它是有風險的 要跟大家講的是 其實你在判斷的時候 你要買 盡量就是買在主力發動工期的時候 然後 再來第二個錯誤就是 因為看K線 我應該做波段的一個思考 做一個 這個波段 中盤波段的角度去思考 結果隔天 因為買的高 買的58.9的 結果隔天盤中 稍微震盪一下 就受不了 就出掉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很 很不好的一個心態 就是 你的 你的看股票 選股的 選股的邏輯 是建立在一個中長波段的 你說不應該去做 轉線一個價格的一個影響 就是應該說 所謂那天買58.9 我的停水 應該就設在這個地方 突破這個大量的低點 跌破 跌破表示這個突破 轉線的突破 是玩假的 然後可能要來回測低點 那應該 應該要這樣設 所以隔天就震盪一下 我就被洗掉 然後再真正發動攻擊的 這一根K檔 因為沒注意到 這一根沒買的 然後就錯過了這張股票 然後後面漲到多少錢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那我就知道是多餓晚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做 操作一個心態 要先建立好 然後建立好以後 你的進場點 你要嚴格的去執行 要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你才可以去做一個進場 其實如果你要更早進場 其實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天的交流量夠要 前天雖然紅K 它突破了過去這個 六七天的一個盤整 那六七天也是一個小型態 那這個紅K突破 因為成這樣不夠大 看不出是不是有一個 比較像樣的攻擊劑圖 那到這一天才會比較缺點 因為它的成這樣夠大 它才能看到劑圖 所以應該是這一天買進 這一天買了 然後後面如果沒跌破 就繼續爆 一直爆爆爆 爆到後面 爆到後面 等它整個轉弱了 再做出場了 那這個就是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型態學的部分 然後我想以後陸陸續續 會再跟大家來 大家來講各種的型態學 那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股票去考量 那再回頭講 烏克蘭事件會讓大家很恐慌 那大家很恐慌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 當然如果你是做融資的人 你有幹檔操作的人 那你會很恐慌 那是很正常的 沒辦法 因為你幹檔操作的人 人家跌10% 你是跌25% 所以那個絕類 絕類沒辦法去承受的 那如果你是做現股的 我是覺得要趁這個地方 稍微看一下 手上的持股 他的一個技術的現股的形態 到底趨勢的力量還在不在 如果趨勢的力量不在的話 那你可能要小心一點 那今天因為有個小朋友 叫陳如的小朋友 他跟我講了一檔股 因為我盤中我有跟他聊了 我就說這個時候在跌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去恐慌去 去拆大盤要跌在哪邊 那烏克蘭跟俄羅斯到底會打 然後到底會怎麼樣 不是去講這件事 而是你要去看看 在這個下跌的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股票 他的趨勢力量還在的 那陳如跟我講了這檔股票 他就是講了這個地方 第一個前面低點 這一段轉彈都不管他了 接下來在這裡 他就是形成了一個 我們這樣看起來像W 比較複雜的一個W 那打算其實這幾個高點 連起來這兩個高點 這裡 這個是 去年12月8號 跟今年的這個1月6號 這兩個高點連起來 他這是一條頸線 那前面有兩個低點 那這條頸線 連出來這價位差不多 大概差不多是在這地方 是在110塊附近 就把110塊當成一條頸線 然後這個地方 他在大量這裡突破過去了 這裡 這裡這天 這邊有一個 七天章的一個成這樣 突破了這條頸線 他正在突破了這個高點 好 那這條頸 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形成 就可以看到 他是突破了一個形態的一個頸線 好那接下來你要觀察的就是 在最近這個市場動盪的一個時候 這樣有沒有這樣的股票 例如類似這樣的股票 一遍市場動盪拉回撤 他都可以留上頸線上去 那表示回來撤頸線的過程中 有人在吃頭碼 他才會收的上去 那沒有破頸線 他守得住頸線 代表波段的力量還在 趨勢的力量都還在 那市場股票 在整個 當這整個 紛紛紛紛紛告一段落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去下一次 比較強勢的股票 我想 趁這一段 烏克蘭這個事件的時候 大家應該可以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回頭看一下 你自己手上的股票 他是不是趨勢的力量沒有改變 他在回撤的動作說 回撤的過程中 他是不是 是不是有擊破 那當時我跟 跟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講的是另外一檔股票 這一檔 那時候我就舉這個例子 不過那個時候 盤中的時候 他就沒跌破 結果後來看他收盤 他就跌破了 那這可能 這可能就要在後續 後續觀察了 這請 給大家一個參考一下 好 今天 先講到這裡吧 那大家有問題想要問了嗎 有的話可以直接開麥克風 不要動喔 我要倒數喔 好 如果 大家都沒問題的話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視訊就先到這裡 那下個星期我看一下 公司開會的時間表 如果 如果確定開會的時間出來的話 我來再把 再把星期給大家 來看 就在 星期三 或是星期四的時候 再做一次連線 好了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了 那 祝大家操作設定 祝大家平安 祝大家 這個 都能夠賺錢 生存利率 好 那晚安喔 謝謝大家